3月27日一早,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医夫医院, 一场涉及中国杭州、武汉、金门三地、 辐射美国、韩国、阿联酋、印度、墨西哥等地医疗机构的国际远程视频会议举行。 少医夫医院应邀向全球共享中国方案, 分享他们在疫情期间探索的全链式疫情防控创新体系, 以及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患者就职经验等。 少医夫医院院长蔡秀军表示,这些经验是很多国家所需要的。 本次少医夫医院应邀与世界顶级的美国医疗机构、 梅澳医学中心共同发起远程视频会议, 向梅澳医疗联盟全球其他47个成员单位分享医院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措施和经验。 少医夫医院院长蔡秀军表示, 疫情无国界,在全球疫情肆虐的艰难时期因无条件向全球共享战役经验, 携手与世界同行,共克时间。 这种形式会有可能拒绝,但是我们平时的交流会很多很多。 希望大家来分享成功的一些经验, 我们的研究的成果来阻断这个病毒的一个感染。 那么今天就希望他的成员单位了解中国经验这个基础上, 同时想他们来分享更大的范围来分享我们的经验, 共同地对付我们人类的敌人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。